利润墨水 众所周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其战败之后 同盟国对其进行了严厉的限制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日本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 也不能拥有军队 只拥有自卫的权利 但最近几年 日本却是不该心处处受到限制 一直在谋求更多的对外职能 在装备方面 更是不断的引进各种先进武器 据参考讯息报道 近日日媒称 在2019至2023年度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期内 日本将引入一艘中型运输舰 2000吨级 两艘运输艇300吨级 未来共增至8艘 日本引入中型舰 还是第一次 其目的是试图强化有事实 迅速补给弹药的应对能力 报道还称 日本政府还针对中国 计划在公古 石原两岛和远美大岛 设立陆上自卫队导弹部队等 以强化西南诸岛防卫 不但如此 据环球网报道 当地时间27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日本计划采购105架美国制造的F-35隐形战机 这笔交易将使日本打造出美国盟友中最大的F-35机群 再加上日本正在改装加赫号转航母成为航空母舰 日本的狼子野心 已经暴露无遗 那就是要恢复其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进攻性职能 同时想要谋求世界大国的地位 毕竟日本在经济上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但是在军事实力上受到了诸多限制 其实日本之所以能够冒天下之大 不为搞风搞雨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的纵容和支援 美国的国家战略转移到大国竞争上之后 便一直盯住中俄两国 而亚太地区能够有效牵制中俄的国家非日本莫属 所以美国有意无意的在释放日本的战争潜力 而且日本军力的发展 必然要进口大量的武器 这样以来 美国就又多了一份收入 以特朗普商人的本性 自然不会拒绝 这次日本购买一百多架战机 未必没有讨好美国的意思 估计是希望美国在军事限制上给予放宽 在经济贸易上 不要压迫太甚 不过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 估计要破产了 特朗普施行的是美国优先政策 想要让其对日本高抬贵手 估计不太可能 毕竟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 他都没有放过 而美国方面解锁日本军事限制来限制中俄的战略最后也可能伤人伤己 不说日本方面一直在渴望获得国家独立自主 就是现在双方已经出现了巨大分歧 只是日本方面不敢挑战美国方面的霸权 毕竟日本境内还有美国多个军事基地 日本还生活在美国的保护和阴影之下 不过一旦拥有巨大的军事实力 日本的野心会不会随之膨胀 谁也不敢保证 当年战后日本大发展时期 就曾喊出用资本买下美国的口号 还有就是让日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势必会影响地区安全预行事 因为日本军力的扩大 是亚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毕竟二战的硝烟 也不过刚刚消散了几十年 亚洲国家对日本还是有所防备的 其在被限制的时候 大家还能稍微放心 现在要被从笼子里放出来 亚洲国家势必会为了自保增强军备 谁也不想二战的悲剧重演 就是美国也有可能遭到反噬 毕竟当年日本就敢直接轰炸珍珠港 我们下期见